你相信一个小时就能完成整个月的理财吗 常常听别人说金钱买不到幸福 我很想跟他们说 不然你的钱给我 让我告诉你该怎么买 我们喜欢旅游 比较着最优惠的机票 挑选最舒适的饭店 偶尔吃个大餐 精挑细选CP值最高的餐厅 也许你正努力存第一桶金 同时为了家庭的生活开销 省吃俭用 其实我们不过是为了让自己过得更幸福一些 所以我想带着大家 做出适合自己的财务规划 能让你随时都有充足的资金 在面临人生的重大阶段时 拿回幸福的权利 大家好 我是蕾咪 我在28岁时透过投资理财打造资产 已经有着稳定的被动收入 获得了财务自由 因此我有充足的时间去过理想的生活 常听别人问我月光族该怎么存钱 小资族该怎么理财 妈妈年纪大了或是要养小孩 该怎么早点做规划 因此我想将多年的财务部门经验分享给你 这是一堂年度财务规划的课程 共12个章节 每月设立一个目标 逐步带你完成全面的财务规划 首先要确实掌握自己的收支管理 我会教你不用天天记账 自动扶序的方法 透过极简理财的优势 生活再忙碌 也可以轻松地完成整个月的理财规划 接着是制定阶段性的财务目标 本身就像一场支援分配的游戏 透过有效可行的时间与金钱管理策略 移情优先顺序 一步一步地实践从个人到家庭的财务目标 最后 我会分析不同案例的资产配置 如果你是社会新鲜人 准备结婚生子 买车买房 创业留学 甚至退休 都可以两身打造你专属的财务规划 把货阻碍你支付的理财名思 不再为复杂多样的资讯感到焦虑 这是一堂一份就懂的理财课 我是蕾咪 我们线上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